台南英空第一工忙拿骨头在旧日七月古板专丸葡萄 由区匠李皇申和座位区员里长丁郎作为重康折摆 座位区员准备了堆水和服务区 提供了冰水和饮料丁丁 区员林燕祖亚特别分散六百亿的旗兵 让民众可以吃冰消息 台南英空第一工忙拿骨头 在农日七月十几板专丸葡萄 这些民众躺在半戒时前来拿骨头折摆 英空区工所为了要让民众进入葡萄 可以免受孔营困难和空气品质 整天进入葡萄不能提供 一路站在葡萄这次 并且由区匠李皇申和座位区员里长丁郎 作为最后这次 梅营囡难和空气品败 仍然受孔营囡难和空气败 在英空拿骨头折摆 可以看到多位市員和立委博物處理員 都準備了茶水博物區 提供了冰水和飲料 甚至還有市員拿到南澳分散控材水 培形和濕紙巾 市員利益酒也分散六百幾的冰箕 在淹落的天氣讓民眾可以吃冰消暑 今天中原普渡 那天氣非常的炎熱 所以我和李錦立委還有郡縣委員的服務團隊 一定要來到現場 我們有發水還有發扇子還有發濕紙巾 麵紙就是要幫鄉親解熱消暑 他們有扇子 天氣熱然後可以煽蒙 那當然這個礦泉水冰雪是固定的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獅子巾 這個已經推動很久了 就是李錦縣委員的 天氣非常炎熱的情況下 我的服務團隊有在這邊拜了一個 我們逛園的冰涼補水站 然後讓大家來解渴一下 因為就是太熱了 那熱到不行 因為民眾怕在這裡就是中暑 那我就是每年提供水 水一定是有的 但是今年就用冰棒 那我覺得冰棒的效果非常好 那很多民眾也都排隊來拿 真的很開心 是想想不要讓他們中暑 這比較重要 英空故宮所表示 今年中暑假的 也依舊傳統 基本普通來這裡拜好贏在 英空風宮贏在現場 所以有機動發出所和維持交通 也就讓大家對民間抗爹做經歷 作為臨時停車場 來方便民眾停車的訴求 記者消遣為英空窟 差不多 不得